我的學生說 那個是遺囑的比賽 那個聯盟你為什麼要去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才可以看出籃球的感動 我其實聽到球學聯盟 今年在打球的時候 我就說二話不說我要報名我要去 因為首先我非常感謝球學 在台灣籃球這塊土地上面的努力 不管是在球上面 不管是在數據上面 我覺得都給予我以及中華隊 非常非常多的幫助 我覺得透過球學的這個推廣 讓我們先從小小的這個聯盟開始 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們所有的籃球員 所有的運動員 在運動的環境 是又會練習又會打球 尤其是我是從小學就開始當校隊 那練很多的時間都拿來練球 那當然課業的部分相對就會減少很多 那我覺得這部分其實是相對比較可惜 就是我自己有兩個小朋友 那他們現在都還是小學生而已 那我覺得運動對於學生來講 真的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有聽說他們同年級的一個小朋友 成績也都很好 但是他的念書的方法是什麼 其實也沒有很特別 就是有空檔就去運動多運動 我在想是不是運動可以讓我們學習的效果 或者是做事情的效率也會變得更好 我想這個籃球這塊這個運動的產業裡面 除了有中華隊 有看球賽的人 有投籃機的人 不管你是什麼相信或是喜歡籃球的 記得喜歡籃球的同時 一定要有好成績 有了好成績 你的籃球一定會打得更好 我們加油 運動可以增加自己的信心 那相對的就是 運動是一個很有趣 那很好玩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藉由運動 來掌聲到自己的目標 然後進來努力去執行 然後達成自己的情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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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